好,启动U邦图过后 我们看到的界面就跟Windows很像 它里头也包含一些我们常用的软件 包括一些浏览器等等 那么首先我们对于Linux来说 我们最直观的操作 是希望大家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样一个终端 也就是说我们在嵌入式开发中 也希望大家更多的是利用终端去熟悉Linux 而不是用鼠标和双击的符号 去熟悉Linux操作系统 好,这一点跟Windows操作 略微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更多的是 把它当成一个开发环境 而不是一个使用桌面环境 好,我们点击终端 那么这个终端 我们在点击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右键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桌面上 这样以后我们直接通过桌面 就可以找到这个terminal 相应而言 可能在U邦图10.04 应该是这样一种窗口 如果是大家安装的是14.04 很有可能它的桌面是这个方向 然后你去搜索一下这个terminal 这个单词就可以 它就会搜索到这个应用程序 然后你把它拖出来就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我们安装过后 我们应该熟悉的第一个部分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先设置我们的root权限 因为在有些场合中 我们需要root的密码去安装什么东西 所以怎么做呢 我们先介绍第一个我们需要支持的指令 叫password password 这个password很明显 单词的意思就是设置密码 密码的意思 设置谁的密码呢 设置root 在我们Linux系统中 跟Windows有一个非常相近的道理 都有一个什么超级管理员 只是Linux的超级管理员 我们叫做root 而Windows叫administrator 那么我们的password去设置root 这个时候我们的超级管理员的密码 就设置出来了 好 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普通用户 想要设置更高权限的这个用户的话 很显然你直接操作命令 操作系统是不认的 所以我们必须加上一个Ubound2系统中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叫做show do的 这样一个前缀 这个前缀命令 相当于是为我们的普通用户 提升权限的一个命令 所以说对于大家以后 在我们操作跟系统相关的配置文件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在普通用户上 你需要使用show do 就是sudo 这样一个命令 跟我们后面的命令 然后共同构成什么 整个操作的一个字符串 所以这个主要是提升我们权限的一个作用 好 我们回车 好 首先他先问我们本身我们的密码是多少 我们输进去 然后开始输我们的新密码 这个新密码就是root的密码 当然你可跟他一样没有关系 好我们输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密码就设置成功了 记住密码设置的过程中 这个地方不像Windows有信号 它是一个隐藏的 就是你敲就是了 你不要去关心你敲多少个 因为他不会给你看的 因为他安全起见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敲了一个单词两个单词是吧 你通过几个星能够猜出来是几个 这样对于破解密码来说 它就相当于就至少能知道有几个位 这样的话对于破解难度又降低了 所以Linus为了安全起见 把所有的密码都进行隐藏了 所以说大家以后输密码这个地方 你可能会看不到 但是你要明确的知道 你输进去了 然后输完就回车就可以 那我怎么切换用户呢 那就很简单 就是SU加个横线就可以 SU就是说我们从普通用户 直接升级到什么 升级到root用户 后面什么都不跟的话 升级到root用户 横线的主要作用就是 我们带着一些环境变量一起来转 就相当于我从这个房间 切换到这个房间的时候 我把这个房间里 我自己的一些东西都带过来了 回车 这个时候就开始输密码 这个密码就是root的密码 root的密码 好 然后还是敲进去 好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发生改变了 就原来是我的Rocky 现在是不是root了 那说明我们现在就是以root的身份 进行操作 进行这个系统的什么 配置 好 所以这是我们 安装完Linux的第一件事情 你先配置个root的 那个超级管理员全线就可以 那么如果你不配 没关系 不配的话呢 默认这个Rocky的这个密码 就是我们root的那个密码 你这也没有关系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呢 在我们的后续课程中 我们需要安装 我们嵌入是开发的一些常用软件包 以及服务配置 那很显然我们需要进行一个什么 下载安装 就是说可能网上有些新的源 我们怎么把它安装进去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一个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第二步 叫做更新源 就是更新我们这个操作系统的一个什么 一个源泉 那么通过这个源泉呢 我们可以下到最新的一些什么 安装包 所以说呢 我们第二步开始什么 安装更新我们的源 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是root了 那我们说你不用担心了 你不需要这么 再进行修度了 你直接跟我们命令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大家只需要记命令 如果以后大家在工作中是普通用户登录 你不要忘记下修度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 怎么做呢 有这么一个命令 咱们先把它记住 因为后面我们单独学Linux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讲 现在呢 因为是一个基础的阶段 所以说我们只是先把这个命令 先给大家挪累出来 你能够记住它就可以了 apt刚get过后呢 有一个叫做update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呢 其实就是开始更新我们的所有的源 因为我们机器安装完过后呢 很有可能你的源是个老的 所以它需要重新的更新 重新的更新 好 我们回车看一下 回车过程中呢 它就开始通过网络开始进行链接 然后它会命中一些我们的一些服务器 服务器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会下载我们服务器的一些列表 然后下载到本地 然后本地就相当于有了它的什么 它的那些资源包 那么以后呢 我们再进行安装资源包的时候呢 它就相当于从网上的一个仓库 去取这个 取这个东西了 好 如果当我们看到什么什么下载了 然后多少秒 然后同时又完成 列表的完成 那就说明我们更新什么的 是没有问题了 那这说一点啊 因为10.04呢 是比较老的 但是呢 它是长期支持版 所以说目前来看呢 就是说这些服务器的维护还在 如果说你的机器已经不在的话 那你我建议呢 你在安装过程中 就把这个光盘啊 就是我们安装过程中就连上网 这样的话 它可能会更新一下 我们那个最新的一些源泉 然后面我们安装过后 你就可以进行update了 好 这是我们准备的第二项工作 那这样来看 应该是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然后呢 接着我们再来看啊 那有一位同学说 你看老师 你为什么在一直在 让我们用这个命令行去操作啊 这个呢 有我们的道理 那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说 在以后我们开发中啊 就是或者咱们在企业开发中呢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需求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的 就是那个 那个我们的电脑啊 我们的自己的笔记本 或者是台词机 然后上面呢 就是我们的服务器了啊 Linux已经安装好的 我们开发环境啊 这些服务可能都已经搭建好了 好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或者说这个服务器 有可能不在公司啊 它可能在在别的地方啊 比如说 这个公司在上海啊 然后我们在在那个成都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成都的开发人员 怎么去访问到上海呢 那这个时候很显然 我们是需要什么 是把我们的数据告诉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呢 也把数据告诉给我们 只要有这样一种IO操作 哎 这样一种输出的感觉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跟服务器交互了 对不对 哎 好 那很多东西说 那我在开发中总不成什么 总不成我现在有个事情了 我服务器有什么问题了 我马上怎么的 我马上坐个飞机到上海去了 我把这个服务器 接个鼠标 接个键盘 然后操作一下 是不是 哎 这样很显然不太合适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什么 咱们的这个客户端啊 和服务器之间 能够通过一些什么 简单的数据交互来进行访问 而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圆圈就要终端了 这叫服务器 那么通过终端软件 去访问它就可以 那Lina是要怎么通过终端 去访问一台 我们的实际的这台服务器呢 主要的形式 就跟我们这个终端很像 就是说我们在访问 这个服务器的时候呢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把整个服务器的桌面 全部的数据都给你 然后你在这操作 然后你这样的话 就可以相当于 这是这台电脑的什么 鼠标和键盘 不能这么做 因为这样做呢 我们实际上涉及到 一个很大的问题 桌面的数据量非常大 所以是这样的话 我们操作的效率 是不是很高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不建议这样使用 而更多的希望是什么 是不是只需要 我要什么命令 你就告诉我 然后我把告诉命令的 什么执行结果 是不是再返回给你 所以就有形成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样一个什么 终端的形式 所以说呢 我们在后期实际开发中 终端应该说 使用的是 非常非常广泛的一种形式 那么这是第一种例子 第二种例子呢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头 如果你有路由器 那么你可以自己没事 把那个老的路由器拆下来 你可以看一下 在路由器里头呢 一般来说 都有三根引脚 这三根引脚 在以后我们会给大家说一下 它其实就是 那个输入输出和一个供地 然后你把那个 拿那个线 拿普通的那个导线 你把它焊出来 焊成一个 我们的串口形式 你再接到电脑上 你就可以看到 你路由器里打印信息 那么利用这个打印信息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操作 或者甚至来说 编辑我们路由器里的一些文件 就相当于进行了 一定的什么更改 所以说呢 很多情况下呢 我们嵌入是开发中呢 很多时候跟这个终端关系 就是你命令的那个形式 更多一点 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 从现在开始学习呢 就尽量的不要用鼠标 去那个操作这些东西 就说 比如说我要玩个游戏 怎么那么点的吧 那个双击啊 这样这种形式去执行命令 不希望这样做 而尽量的去把自己限制在什么 这种终端环境下 也就是说 尽量的用我们的什么命令行的模式 去学习我们的Linux 这样呢 主要是给大家一种 强制的一种 那个一种去 那个一种限制 这样呢 对后期我们的开发版 的研发来说是有好处的 好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一个问题 那下面我们就要先看一个问题了 既然我们都是在这个 就是U邦兔下的这个终端上操作 那么终端中的第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呢 我们就称之为叫编辑器 编辑器呢 我们这儿呢 先给大家介绍一款编辑器 叫VIM VIM 那么我来看一下 那VIM怎么用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敲VIM就可以了 默认情况下 大家看 默认情况下 我敲VIM的时候呢 这个机器是没有安装的 因为他们在安装过程中 默认是不只装VIM 不装VIM 那什么意思呢 VIM呢 实际上是VIM的一个升级版 它的能力会比VIM更强 就是说它在代码查看上 应该说它的能力更强一点 那VI是什么 VI实际上是我们程序员 在我们终端上 进行编辑软件的一个机器本 它的功能 其实要比我们 Windows的机器本能力要强得多 而且你会发现 很多我们开发内核的工程师 VI用的非常的俗 可以这样说 你那个VI用的非常俗 对我们后面开发的效率 其实可以说应该是提高的非常的快 它有些时候我们用的很好 过后 它甚至来说比Eclipse IDE软件 看代码的速度还要快 甚至来说性能更高 有些时候我们甚至来说 在路由器里头 都可以用VI去编一些东西 都是可以的 所以VI对于我们 咱们刚刚初学嵌入式来说 就是需要一定要掌握到的 这样一个工具 好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你怎么安装呢 其实很简单 你敲VIM过后 它告诉你没安装 没安装怎么办 它告诉你try 你要试一下 怎么试呢 很简单就这样 瞧apt-get 然后instore 然后把我们的VIM 然后这个VIM注意 你不要去装这个 最好装的是noX 因为这样在我们后面 如果跟非图形界面 进行交互的话 这个软件包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装这个noX 好 然后这时候它就会读取软件包 然后问我们是不是下载 30多兆的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点y 你回车 好到这个时候就开始从网上下载那个安装包 然后进行所谓的安装了 好安装过程呢 就根据你的网速和这个那个你的那个就是一个硬盘响应时间来决定它的速度 好这样的话呢 整个VIM呢就安装完成了 安装完成了 好那我怎么来试验一下呢 我们还是一样敲VIM一回车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就有一个相应的显示界面出来了 那么我们退出它 那么我们退出它 退出它的方法跟那个就是Windows不太一样 就是VI是纯文本的 你说它不可能在这点一个X什么 因为你点X是整个终端退出 我们怎么退呢 就正这个冒号Q 然后如果你想强退碳号就可以了 又回车 好这时候退掉了 以后我们再操作你就实际上就是VI都可以 因为我们安装完VIM过后呢 那个你敲VI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是链接到VIM了 所以说应该说我们在安装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把我们的编辑器给它更新好就可以 所以说在Linus发行版本安装过后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先做我们的root权限的一个升级 也就是把它的密码设置一下 然后第二步呢更新一下圆 因为这样的话对我们后面搭建服务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然后我们安装一下VIM试一下 看看我们的更新源是否正常 因为默认来说Linus都只装了一个最精简的VI 而我们最精简的VI呢 对我们查看代码来说是不是很好看 因为它有些功能确实支持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都使用这个升级版的VIM来使用这个VI 好那么这是我们在安装完过后的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不要再有很多时间 我们在安装完整自己的回头